国立老师好 你好 程磊 怎么会是你呢 我红娘晨晨哪去了 国立老师 晨晨她在做一档新节目 正在我们东方卫视播出呢 所以说那个录节目时间特别长 因为我出差 看看我能不能接替晨晨之前的工作 和国立老师 能不能也配合得那么默契 我跟晨晨 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历晨组合 我姓程 把那个晨子拿掉变成成 好是历程 立刻就成 那我们就叫陈上嘉诚 太棒了 多心相亲分男生家庭版和女生家庭版 今天是男生家庭版 好了 那让我们一起赶紧来欢迎我们的五组家庭 我刚才我一下我就看到了一个熟面孔 三号叫五封平 来自湖南 对 我之前开过餐厅 超级会做菜 我现在是少儿模特老师 我现在穿的衣服是什么料 那还能什么呢 做老公的料 又买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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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五封平 上一期没有牵手成功 回去就特意练了两种功 有备而来为这一次 练的什么功 第一个是牵手成功 第二个是女嘉宾的老公 你太逗了你 你还有一个任务的你别忘了 你上次说你不能只让自己牵手成功 还有你的妈妈要相亲对不对 是的 国内老师好 你好 这次来了 我相不相亲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一定要放轻松 表现好 一定要带一个儿媳婦回家 好 旁边的还是舅舅吧 是的 还是我钢铁直男的舅舅 对 回去了认真分析了一下 上次了我们订的是主公手 是我姐姐 这次我们两个都是主公手 都要作为外审 把这个相亲成功 好 这一期我已经感觉 我的心脏已经砰砰跳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找到一个好女孩 好了 让我再介绍一下一组老熟人 那就是四号张天柱 来 大家好 大家好 国内老师好 我叫张天柱 今年28岁 我是一个来自内蒙古 呼伦贝尔大草原 一个泡马的汉子 现在在北京是一名不动产经理人 你们家今天有什么战略吗 有 回去以后我们也仔细地反省一下 天柱就跟我说 爸 你上次你是跟我相亲去了 还是你俩秀恩爱去了 是你俩说得太多了 或者你把我这个优秀里面多说一些 真是 真是 我就知道你们俩特别优秀 是啊 我们家开幼儿园 从事幼教将近30年 将来有了孩子又没有后顾之忧 对 自己家的幼儿园 多生几个都没事是不是 对 是的 是的 那这个爸妈有什么要想说的吗 我希望今天争取把最美丽的 最漂亮的女孩带回家 哎呀 还是看颜值啊 天柱今天 天柱大哥 我们今天一定要嫁一个出去 加油 加油 好 好 让我们感谢二组老家庭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次要新上场的家庭 有请一号 倪蕾楚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华丽老师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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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老师 你好赞哦 真的 对 哎呀 华丽老师好 我是倪蕾楚 我是一名90后环球旅行家 我从2017年开始辞职环游世界 然后免费去了80个国家 两年的时间里 我积累了60万的飞行里程 创造了1000篇文章和200部视频 我跟大家去分享 我最励志的人生和最美的风景 哇 好厉害啊 我听说你还上了福布斯的精英榜 对对对 就是2018年 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的精英榜 嗯 这荣誉还是挺多的 现场的小红娘 你们都淡定点啊 为了给大家有一个 更加直观的印象 我特地带来了一幅世界地图 你看这些都是有辈来的 上面涂满颜色的就是我已经去过的国家 哦 真的 然后我举几个比较酷的例子 就这个 这里是南极 南极 对 我在南极裸奔 南尾多少度 不到南极点 就那个中国长城站那里 没有进入南极圈 已经在南极圈里面了 但没有到那个极点 不可能 长城站是没有进入南极圈的 是啊 中国真正进入南极圈的叫中山站 那个中山站的建设者其中之一 有我 哇 点大 对了 然后这里有几个小国家 就海岛就只有点的 然后一个狮子的国家 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 你跟狮子族一起吃饭 但他们已经不吃人了 哦 恭喜你活着回来了 对 活着真好 然后带斐济和鲨鱼一起游泳 就还有很多很多很酷的事情 然后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部视频 我就是在西西兰跳伞 你是当时在喊救命吗 对 特别怕 特别特别怕 就在斐济浮浅 告白 告白 哇 在澳大利亚 考拉 蛇 就面对自己害怕的事情 它一直让我假笑 我觉得你当时一直闭着嘴 你是不是生怕你一笑在蛇 就哈就进去了 热气球 这就是我这两年 一些比较精彩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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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想女孩子一定会心动的 哎 你是一毕业就开始干这个工作 那没有 那没有 其实我在毕业之前 也是跟大部分人一样 就人生轨迹都是 进了一家非常稳定的工作 然后老老实地上班 上了两年班之后 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后我就开始辞职 我去追求自己梦想的事情 你这是得赚多少钱去花呀 还是说你靠这个能赚钱养家呀 其实我去的八十个国家都是免费去的 我除了免费去之外 我还能赚还不错的钱 真的啊 还赚钱啊 对 还赚钱 哇 下次带上我呀 好好好 把一个爱好变成了工作 还得到了一定的成就 这个我们要给你点赞 谢谢管理老师 我左边这位呢 是我的高中教导主任 我呢是雷祖的爸爸 是高中的数学老师 闹了半天就是你爸 对对对对 我右手这边呢 是我妈妈 也是我的初中的班主任 初中的班主任跟高中的班主任在一起 小妮今天择偶有什么要求呢 就是我希望她是一个郁姐类型的 就是希望她能够跟我有一些互补 能够比我成熟一些 其次呢就是我希望她呢 很漂亮 眼睛大大的 然后呢腿也很长 哎呀 还是看颜值啊 希望你们找到一个好女孩 好 感谢一号家庭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 二号家庭 魏丽然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福利老师好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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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就在一瞬间 许悲对月情自添 爱恨梁茫茫 文君何时恋 喜怯灯 喜怯灯围 日子好 风光处处 鸣皮鸟 今天来到新乡亲 国力老师来联姻 大家好 我是二号家庭 魏丽然 我是来自天津 娶一只香格尔都的一名 九五后的魏大爷 不用天津的 我就是天津人 大家先给我们天津 点个赞鼓个掌吧 我现在是一家 少儿培训学校的校长 在这里也希望国力老师 能帮我找到一个 心爱的校长夫人 行 介绍 介绍 你旁边两位 我的左手边呢 是我的伯母 在咱们天津叫三妈 三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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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人叫婶 对 国力老师好 我是魏丽然的伯母 也是她的老板 是三家幼儿园的董事长 哎呀 跟一样啊 跟咱一样啊 以后呢 他们宝贝的教育问题 都不用担心 可以让他们放心地 把孩子交给我们 让他们安心地 做自己的事业 好的 好的 然然呢 我一直把他当作 我的二儿子 我希望在这次活动中 找到他的真爱 高高兴兴地 满载 而归 说得太好了 这旁边的呢 我是然然妈妈 我现在和然然爸爸 经营一家超市 能找到然然的小姑娘 才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哎呀 长得也敬人啊 谢谢国力老师 然然你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女朋友呢 我想找一个身高要 一米六五以上 眼睛大大的 腿长长的 皮肤白白的 而且呢 我希望我煮外 她煮内 最好呢 就是回到家里呢 有热饭 我们家有一个 很多年很多年 一直的习惯 无论多晚 我们就一起吃饭 希望未来的儿媳 养成这个习惯 我们家一家四口 共进晚餐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希望你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好女孩 好的 谢谢国力老师 不要将来你们仨等她回家吃饭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五号家庭 梁玉逸 哎呀 我的妈呀 这几个字哦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梁玉逸 今年22岁 叫玉逸 对 逸 这加起来多少个笔花啊 70多画吧 我叫 你一年级考试的时候 是不是人家 人家小学生都做了七八道题了 你的名字刚填完啊 哎 这还差不多呢 真的 我是要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男人 我现在的职业呢 是一名职业跑酷教练 大家肯定很好奇跑酷是什么 我给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 跑酷呢就是从A点到B点 用最快速 最酷炫的动作 去翻阅障碍物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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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年轻人真是工作 我都不太懂了 跑酷它是一种爱好啊 你刚才介绍这是你的工作 对对对 我现在在上海的一家 跑酷俱乐部里面做教练 还有人敢跟你们学啊 有的 还蛮多的 教的年龄段 小的有五六岁的 大的还有五十多岁的 有六十多岁的吗 六十多岁 暂时没有 但是也可以考虑 那我考虑考虑 好的好的 随时欢迎 别光你考虑 我也得考虑考虑 那介绍一下你旁边的两位 这位是我母亲 我是梁玉玉的妈妈 你们说到跑酷呢 我一开始呢也是比较反对的 应该是抵制 抵制 抵制 坚决抵制 那我相信的 一开始她13岁 她就喜欢上这个东西了 我一开始我以为就是 小孩子胡闹 就是兴趣 一个爱好 但是有一天她说 她要把跑酷作为一个事业 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她把这件事情 坚持了十年 这一点我觉得挺可贵的 因为我作为父母 我做不到这一点 我觉得她这样坚持的话 应该是确实很喜欢这个事业 我现在支持 完全支持 她以前呢 害怕我担心 把我所有的朋友圈啊 什么都把我给屏蔽了 那我就 没有她的消息 我更着急啊 对 我就申请一个小号 去偷偷地关注她 又换一个身份 去跟她聊一聊 就聊她感兴趣的话题嘛 那我想问问这个小梁 当你妈注册这个小号 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我妈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不会以为是哪个小姑娘 这么关心我吧 刚开始是这么想的 那现在一听 还是挺后怕的 好了 另外一位呢 这位是我的阿姨 也是我妈妈的好闺蜜 她在我的眼里 一直是一个小小的 比较纯纯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啊 我希望这样 梁玉玉找一个 比较单纯一些的 不要有太多的恋爱经验 一两次就可以了 那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 才22岁 我想找一个 姐姐类型的吧 哦 这我第一次听说 我觉得年龄 我可以接受 29岁以前的 然后最好是25 6岁的 找一个沉稳一点的 稳重一点的女孩 可能会对我在各方面 都有一定的帮助 好的 我们了解了 五组家庭之后 接下来就请五位帅小伙 走到第二现场玻璃房里头 有请 中国新乡亲新规则 三艘小船选版后 另外两组家庭的父母 依然离开现场 但是她们的子女 却可以继续留在玻璃房内 观察女嘉宾 她们将拥有一次 抢亲的权利 谁抢先拍下 这个抢亲按钮 就可以出来表白 若女嘉宾接受 则牵手成功 若被拒绝 抢亲嘉宾 将离开 本季新相亲的舞台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第一位女嘉宾 号称建筑界的景田的杨航子 杨航子 哇 那证明啊 这个名字很个性啊 跟我名字挺配 可以 腿很直啊 还可以 长腿长腿 这都吹了 真急急 人都没看着 看着脚就吹下来了 哇 现场已经有一艘爱情的小船 吹下来了 吹啊 好高啊 哎呦 我可以啊 适合我 绝对适合我 不是 我感觉她是我的心动女孩 哇 也是漂亮 她真的像景天 真像景天 真漂亮 她眼睛很漂亮啊 哎呀 我想下来 我妈推了 我妈下来这是我的菜啊 我妈怎么下来啊 哎呀 我爸爸推了 给力吧 妈 到位 到位 哇 三艘爱情小船 都已经推下来了 没有推船上来的 这两位家庭 你们两个可以到台下暂时休息 但是你们的孩子 继续在这个玻璃房里头观战 搞什么啊 我不喜欢啊 你们不知道该推不推 这回我妈又不给力了 伤心 大家好 我叫杨航子 今年二十六岁 来自北京 我在北京 我离最近 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腿长一百一十厘米 一 他多高 一比八 我天 我才要八二 这个压力很大 所以你们真的很难 hold得住 这是实话 他穿高跟鞋是跟我差不多 我穿高跟鞋 他穿平地鞋 跟很多娇小可爱的女生比起来呢 我更像是大鹏展翅一样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希望能找到一个 让我也可以依靠 可以小鸟依人的男生 谢谢大家 他想想要依然 说不我 他躲躲的 说也没有用了 叔叔阿姨没下来呀 扎心 扎心了老弟 你好 杨航子 郭丽老师 这个比张郭丽老师还高 给张郭丽老师找个凳子 我坐会儿 我不跟他争高跟 哇 真是回眸一笑 我的天哪 好甜呀 真的 他越来越可爱了 你站稍微远点 你往这边站点 我就这样 我故意我没站起来 所以也看不出 咱俩身高的比例来 是吧 那你长这么高 有什么烦恼没有 跟我们说说 像我身边的女生的好朋友 就说找男朋友呢 就想找我这么高的 有安全感 对 所以下雨的时候呢 我肯定是那个 帮他们打伞的女生 然后出门坐高铁的时候 有一个男生看我是女生 想帮我放行李 结果他一站起来 比我还矮半头 然后那个男生 只能默默地 自己又坐下了 一米八 你这个身高 比很多男生 都高出去不少了呀 对 那你对另一半的身高 要求有多少呢 兄弟们你们小心了 这个女孩真的 也许只适合我 她不一定喜欢 比她高的男生 因为她自己有身高 她也有喜欢 跟她一边高的男生 比如说我180整好 我俩肩并肩 说实在的 生活中能碰到的 比我高的男生也很少 所以只要比我高就好了 我怕是180.5都可以 我穿鞋有个180.5吗 我有点不太自信 是180.5 180.5 我 你这 我有点激动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哎呀 你激动成这样了 我儿子他的身高是180.5 刚好爬到你的腰子 怪不得你高兴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达标 妈 你得给我多说高点 你说我穿个松高鞋 也能确实 183 女嘉宾 张宏柱确切的身高 是1米8多1公分 真假的 我爸太给力了 多了0.5 然而他的身高也很高 比你高2厘米 要82 好的了解了了解了 我82 他82不太远了 天津的 天津的北京远 坐动车磅小时 我俩估计 他也估计是朝阳区域的 我俩都没准在一个区域 特别近 杭子 你的具体工作是做什么的 你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多吗 我的工作是建筑策划室 平时主要就是在北京 但是呢 可能每个月会 因为工作需要 会去乡村里出差 你怎么经常要去农村呢 你策划什么呢 其实呢 现在农村是一个 我们极大去解决的一个地区 去策划这些空白的村落以后 应该怎么能让他们 变得更加丰富 比如说之前 我们做了一些图书馆 或者是一些民宿 哦 这样呢 我们的图书馆 可以给孩子们 丰富客与生活 民宿呢 也能为当地的村民 解决一些就业问题 不是一定要去在外务工 那么在家乡 也可以得到一份 很好的工作 哇 真好 她这么漂亮一个女孩 能选择这种行业 去农村也不嫌脏 不嫌累的 对 她真的非常善良 对 很单纯 很单纯 我就要找青春的女孩 开始她去很排斥 后来一会 妈妈 我好喜欢农村 以前她必须找对象 会排斥很多些农村的呀 怎么样 她先觉得农村也很好 人就是在一个环境 慢慢慢慢去接受 郭蕾老师 我有点激动 嘉宾所做的这些工作 我都深有同感 因为我们家是建筑市家 真的 对 对 开始套建筑了 家最口 也是做建筑的 对 做建筑的 我父亲和威力然的爷爷 他们都是同事 都是国家建委 国家最困难 六几年的时候 我们是支援三线的 很有共同语言 好嘛 我俩仔细以后可以干活了 我做建筑行业了 其实我俩多少搭点 我是做房产的嘛 他是做建筑的离不开 女嘉宾 你是建筑师 设计师 张天柱是房产销售 所以说可能会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也有共同的切入点 不是房产销售吧 房产销售是卖房子的了嘛 喂 四号天柱急着打来电话了 谁接电话 妈 纠正一下 跟我爸说我不是房产销售 我不是卖房子的 我说 但我虽然我也不是开发商 但我是房产经理人 你知道吗 包含很多啊 好的 对 然后你说我愿意跟他一起下农村嘛 是不是 你听完美 你理解我的意思就行了 一号女嘉宾 天柱说了 他是房产经纪人 先给你澄清一下这个 再有呢 因为女孩子嘛 就需要呵护 他愿意和你一起下农村 去帮你去工作 哦 好暖心 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感动 他就是有这个幸福基因 因为天柱的爸爸 就是对我是恩爱有加 好了 你别又来介绍你来了 不要说上级似的 他俩修恩爱 说他俩多么多么的优秀 不怎么提我 我们家开幼儿园 将来有了宝宝 孩子我们来带 我们有非常丰富经验 从事幼教将近30年 哎 杭子 我们是一个有大爱的家庭 所以我们的孩子 都非常优秀 等你们有了宝宝以后 交给我们 一定我们也会培养子 更优秀 小建筑师出来 那个杨子啊 我有点其他的想法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这个 我希望的是 你们两个人能够 轻力轻微地去带你的孩子 这样的话 我觉得比奶奶爷爷 培养出来的孩子 可能有点武断啊 我觉得是更会优秀一点 因为和你们的感情 会融强的 没错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 哎 你看人家都赞同了 我觉得我有希望的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杨航子的这个VCR 我们进一步 对他了解一下好不好 来 请看 身高180公分 腿长110厘米 因为这过人的身高 我每天都穿着平底鞋出门 在人潮拥挤的街头 你的目光在一秒钟 就能锁定到我 我是杨航子 一名建筑策划师 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是农村 三套衣服 一瓶防晒霜 拖着行李箱就能立刻出发 穿梭在城市农村之间 造就了我干练 能吃苦 绝不矫情的性格 工作造就了我的理性思维 和大部分女生不一样 我的衣柜没有裙子 在购物时 我总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买 买来有什么用 是不是必需品 理性思维也在告诉我 现在的生活里 需要一个你的存在 你可以没有房 也可以没有车 但是 你要有一颗爱我的心 我愿意做你的裸昏爱人 一起奋斗 去撑起未来的家 嘿 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 我听到了 太适合我了 我好想跟女嘉宾 说句话呀 我是不是 兄弟们 等一下能不能 你们打电话的时候 让我说一句话 让哥哥说句话 贝贝你让哥哥说句话 行不行 给哥哥争取一下 不要不要 我觉得其实这个 真的不适合你呀 我喜欢 喜欢 刚才也看到 你的那个V32里头 买东西也很理智 你的消费观是什么呢 我消费可能会 相对来说 比较理性一点 像我有一个行李箱 因为我经常出差嘛 从去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盖不上了 我必须要用一个打包 带把它打包起来 才能带走 每次出差 我同事都会问我 杨子你的行李箱 买新的了没有 但是我依然在用着 我那个旧行李箱 因为我觉得它还可以用啊 为什么一定要去浪费钱买新的呢 太优秀了 很会过日子啊 绝对是过日子啊 非常非常适合我 感觉接着婚 有着特别吃家那种 我妈肯定特别喜欢她 七岁的时候 爸爸给我买了一下钢琴 然后这个琴到现在 已经快十年了 然后有两个剑都已经 不能正常地去弹奏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留在家里 都舍不得扔掉它 她的家庭条件也太好了 七岁的时候 就是钢琴了 二十多年前她就买钢琴 是不是 刚才我特别注意 你在VCR里 说的这样一句话 说 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但我只要 你有一颗爱我的心 基本上叫裸昏吧 是吧 什么都不要 这个我要再好好解释一下 很多人结婚前都会说 我要防药车这些 但对我来说 不是绝对的 大家也都知道 一线城市像北京的房价 会非常高 如果说我的另一半和我 会因为北京的房价 而亏空双方父母 所有的资产的话 这种情况也是 我不想看到的 这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说实话 你看北京让我买到房 我真买不起没有 所以我并不是说 我不要那些东西 而是如果对方 这些都暂时还没有的话 我可以接受 一起打拼的这种情况 特别好 特别好 什么叫三观症 在他身上体现的理理 就是真的 他很突出啊 很独特的 我已经觉得这个三观 这各个方面 已经太适合我了 你要抢吗 我不告诉你 我保密 好 恭喜你有三位家庭 选择了你 接下来你将进入 全力反转的环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他们身后的大屏幕 二号 魏力燃 24岁 少儿培训机构的校长 四号 张天柱 29岁 不动产经纪人 五号 梁玉毅 22岁 跑酷老师 又来了 还想跟你通话 我看看这是谁好吗 谁打电话 没打呀 谁打电话了 没打呀 喂 国立老师 我是行子妈妈 谁 行子的妈妈 行子的妈妈 怎么行子的妈妈也打了电话了呢 我都不知道 我们这节目怎么现在变成 把表演是下关架 我跟我女儿聊聊 你要跟女儿聊聊 我未来的丈母娘这是 妈妈你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吧 那个二号家庭 请问建筑师那家 是挺好的 你知道杨子的妈说什么吗 不知道多少 她会觉得 我觉得四号家庭蛮不错的 好 没怎么着呢 她妈这已经急了 告诉她谁好 我相信我女儿肯定跟我选的一样 看看看看啊 会 好了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 进行发问 首先我想听玻璃房里的男嘉宾 能不能唱首歌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 如果这个男生有才艺的话 会比较加分 没问题 好的 我的天哪 喂 鬼老师我是四号天热 好 来吧 写信告诉我今夜 还是什么颜色 爷爷陪着你的海 心情又如何 好了 演唱会可以到此结束了 我就紧张了 你唱好我 现在为了然唱吧 我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 是我欣赏甜蜜的伤口 你是对的 你是错的 反正关系 什么 都是你定的 完了 挂了 还有 女嘉宾 你好 我是五号 我来了啊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带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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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天哪 我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我真的好喜欢你 完了 垮掉 正常垮掉 很高兴认识你 你怎么聊上了呢 只能唱歌不能聊 我也想唱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没有下来 但是我也想唱 可以啊 可以啊 给个机会让他唱一声 来 我唱的歌也是天柱要唱的歌 因为天柱 你别 他把我的歌已经抢了 但是我还是想唱一下 写信告诉我今夜 你想要梦什么 梦里外的我是否 都让你无从选择 我就这一颗心 你别说你听他的唱 有着颤音 他还是很激动的 能够感觉的啊 我我 李嘉宾你好 我是那种五音不全的 平时不敢唱歌的 但是你说你想听唱歌 我觉得无所谓 我愿意唱给你听 其实我觉得四号唱挺好的 但是呢 就是我是那种可能 生活中我有点逗逼的人 所以除了唱歌好听的话 如果特别五音不全 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完了 完了 他其实是想找一个 五音不全的 完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小红娘 会将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四号 四号 拜托四号 五号 小红娘们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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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四号 四号 二号 四号 二号 二号 奇苦相当 二号 二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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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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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四号 小红娘们四号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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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家庭 百分之五十一 要赶紧争取了 没时间了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哥们儿 哎 兄弟们 哎 哎 哎 你要出手了 我伸个懒腰 哦 接下来 我们有请陈蕾 及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来 有请陈蕾 来 哎 郭丽老师你好 这是妈妈 她的妈妈 我的妈 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身高也真的好高啊 这是第一次有女嘉宾的家长 能够打电话进来的吗 对啊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们在你的第二现场 可以看到男孩子的 男孩子是完全看不到 也看不到啊 但是我们可以从爸爸妈妈的 那个眼神当中 完全可以感受到 背后男孩子那颗跳动的心 对对 那妈妈对三个家庭有什么印象 你觉得谁更适合女嘉宾 她妈我觉得会支持我的 哎哟 哈哈哈哈 你要自己决定 你的选择是 汤子 请做出你的选择 来 来 什么她就决定了吗 她妈就选了吗 来 我们一起为她倒数 来 我们一起为她倒数 来 谢谢你 做出你的选择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帮你 我帮你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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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万个理由都可以不出来 但出来就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我想跟你尝试一次 是的 好紧张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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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加油啊 妈呀 爸呀 爸 我爸就加油了 孩子 连场上的家长都在为你加油 你知道吗 他们都被你感动了 而且都不是你爹妈 对 他们可是人家是抢来的 是啊 爸也不能加油 你也要来相亲来了 哎呀 你俩那么真气啊 这个 有点乱现在 非常乱 想问我的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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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想问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啊 我在湖南长沙现在是少儿摩托老师 你会觉得这个距离是问题吗 嗯 如果真的很合适的话距离 不 你不想说 我来说 他有逗逼的一面 距离不是问题 因为我都是周末的时候才会去教好 你也会更加上婉才新的 都没办法 这也是我们多久 年纪录的对方 这两个人是我们的 他们会去教育 这两个人都生意 都会让人有所有的 罪 刚刚 他把这一回来 是 连备 这是 这一回来 大家都 男嘉宾已经向你表达了 她的心意 那现在你是愿意放弃于 其他三位牵手的机会 接受你面前 五封屏的表白吗 拒绝 哎呀 女嘉宾呢 想一下这个屋里 还有三个男嘉宾呢 不接受 拒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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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再争取一下 可以 你可以 我再说一句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 我觉得里面有一句 台词挺好的 就是假如 如果你想向上帝 祈求爱情 上帝会直接给你爱情吗 不会的 他会给你一个爱情的机会 来 让我们现场的小红娘们 一起倒计时 一 五 四 三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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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拒绝 拒绝 我接受 我真的好紧张 两个到现在还在哭 对对对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两个孩子特别合适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感受 我觉得真的他比我儿子更合适 哎呀 哎呀 你回压问问妈了 是不是你亲生的 是不是亲生的 三位没有机会的孩子露个脸了 来吧 哎 哎 哎 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可以可以 恭喜恭喜 你好你好 我想问问三位男嘉宾 你们是否也祝福他 祝不祝福也只能这样了 我在里面都快哭了我 我唱听海 他唱听海 然后我的匹配值最高 他抢亲 他要告诉你 风平微信我已经拉黑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玩笑玩笑 我真诚地祝福他了 我也觉得风平他俩真的特别颁配 尤其是身高什么的 我看风平也带着一颗真诚的心 好了 祝福你们 抢亲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天苏加油 快走吧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我觉得首先 他会用这个鸡 我会出来抢亲 非常有勇气 我很欣赏这种勇气 当时我在那个国立老师旁边 一切出来的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当时一瞬间 挺喜欢的 距离还好 没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我很喜欢 成沙的好吃的 他们两个喜欢 但是你都可以啊 我不敢说的 欢迎我们下一组补味家庭 宋秦毅家庭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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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又是一个帅小伙 长发飘飘 长得有点像齐琴是吧 齐琴吗 像F4有点 F4有点 他像朱秀天 我是名叫宋秦毅 来自陕西西安 姓安的 对 今天29岁 之前在新加坡留学 回国之后在西安 开一家日式的 吞咕拉面店 好 我的座标准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我身高一八二嘛 但是我喜欢那种 小个子的女生 比较娇小可爱吧 又让人有保护欲的那种女生 再者就是女孩子吃饭 我不喜欢女孩子 鸭鸡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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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就那个声音可能 可能就是有点难以忍受 我觉得这个考验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很少有女孩是这样的 宋秦毅 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 是发小 他当过空军 在兰州军区 所以说他这个自律性很强的一个人 右边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当年义无反顾 支援大西北的上海人 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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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好二代 我是西安飞机公司的一名员工 在炎梁吧 对 炎梁 西安飞公司 我父母他们那时候知道轰流运期 我进场的时候呢 是知道那个前红期 驻外航展上面是叫飞豹的 那个飞机 你们真棒 你们这代人为中国的国防事业 做出了贡献 那就请你起身到玻璃房内去吧 好 下一位女嘉宾 也是从事着当下年轻人 最感兴趣的新型行业 究竟是什么职业呢 让我们请出 接下来要出场的女嘉宾 朱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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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很简洁啊 王王王王 王王王王王 我喜欢蓝色 你鞋怎么漂亮啊 又是大长腿啊 哇 可以可以 这个我妈肯定喜欢啊 哇 不客气我妈要冲下去了 应该是要争取一下了 哇 哇 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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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别跟我抢啊 保佑 保佑一点抢刀 我喜欢啊 坏 好快啊 已经有两艘小轮船上来了 我爸妈懂我 这我妈觉得会推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菜 我妈懂我的 不喜欢 能还有一个小 你别管 OK 杰烈 好 杰烈 朱杰 你注定是要给我们 带来什么惊喜 三艘爱情小船 都已经推下来了 同家子 太抢手了 大家好 国立老师好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 朱杰好 我叫朱杰 今年23岁 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小女 现在从事的职业呢 是一名电竞赛事解说 上海人 上海人 23岁 上海人 我在上海啊 其实还挺可爱的 张大 诞生的年龄有点小 23岁 你不喜欢这种类型是吧 不太成熟 是吗 那我其实并不是一个 精致的猪猪女孩 但我很爱吃 人家都说 爱吃的女孩 运气不会太差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可以在现场 找到一个我的完美男友 带回家 谢谢 真漂亮 跳下跳台呢 上了一个开店的 就上了一个好吃的 你看 是吧 有点意思啊 是有男嘉宾是做美食生意的 是吗 是的 我爸 做那个日本拉面 拉面我喜欢吃 我经常在家里面自己煮 真的啊 对 我家里面有半个冰箱的 喂牵拉面 哎呀 老板娘来了 哈哈哈哈 我是上海人 我想去上海人 我想去上海人不是 我才为他煮个 真的啊 我 我 我很喜欢吃甜 去第一个吗 我去科老第一个 我正中上海人 哇 看 标识 这听不懂啊 来一口冰头子 刚才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啥啥啥啥啥啥 因为我扑 大家回来到 因为我回去了 没有了 回去了 对 没没问题的 哇 他俩马上用上海话 来来拉近这个距离 电竞赛事的解说 你给我们这些老人家介绍一下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职业的话 就跟游戏息息相关嘛 其实通俗一点说的话 可能会跟就是体育解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啊 解说足球比赛的 那我们呢是解说电竞赛事的 也就是说一些像王者荣耀 英雄联盟这样的 团战类游戏的解说 哎 那这可以啊 可以 开黑了 哎 那你们切手冲可以了 可以 开黑了 在这玩 踏到旁边跟你解说啊 走位 走位 王语焉 电竞王语焉 对手偷 对手偷 那我们的工作呢 其实每天要八个小时以上 都坐在赛场上不停地解说 对身体的负荷可能大一点 但是空闲下来的时间还是很多的 对 我特别热爱这份很自由的职业 这不会是解说 真能说 真的能说 劈了啪啦一顿说 我妈要推了多好 跟我一样特别自由 哎 你没事 你可以抢亲 抢亲 你可以抢亲 再抢亲啊 我觉得 你说你一天解说个八个小时 就很辛苦了 我们经常录节目一站 就是十多个小时 对 我还好 我是坐着的 是吗 那我比你还苦 你看没有 2号和4号 你们现在可以到台下 暂时地去休息 好吗 冠军年龄太小了 年龄跟我不正合适 我24他23 那你对你的另外一半有些什么要求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比如说我现在的月薪大概在2万左右 我可能会拿出5000交给妈妈帮我存着 剩下的钱我可能全部都会用在吃上面 我很舍得吃 真的好难吃 好 掉不得奶飞胖 我光一个月的外卖订单 我就可以叫到5000块 真的 对 还不算我去打卡那些网红店 然后到处去吃 有时候他带个外卖的吧 叫个外卖人家说吃三个人吗 其实吃不掉那么多 但是他就喜欢多点 多尝一下味道 你女儿就吃一口 甚至还等你们吃 对 而且我平时在家也有自己 偶尔会做就是网上的一些食谱 但是做出来之后很难吃 喂 喂 你好 国立老师 我是三号宋秦毅 宋秦毅 请他父亲接电话 喂 爸 你跟他说我们家里面可能会做菜的 保准各种各样的美食都好吃到的 你会做上海菜 我会做参菜 各种各样的菜都会做的 好的 知道 宋秦毅让我转告女生 以后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你喜欢吃的 宋秦毅也很会做 我也很会做 特别是海鲜之类的 还有上海本帮菜 你只要你喜欢吃的 你点菜我来做 就是我都不用自己动手 对 是的 是的 你想吃什么 这个好诱人 对我这种吃货来说真的很诱人 喂 国立老师 你帮我 叫我女儿接电话吧 我跟她说一下 妈妈呀 那我知道了 来 来 来 接电话 喂 妈妈 宝宝 你在台上就不要再说吃的 少说点 我感觉这个有点尴尬 那没办法我就喜欢吃 妈妈一定是告诉她说别老说吃啊 那不成吃货了吗孩子 太可爱了 真可爱了 好萌啊 妈妈让我别老说吃了 对啊 是吧 说点别的 不要紧的 人生在世 前前后后挣钱 就是为了咋嘴 没以食为天 对 没以食为天 对 我就是觉得挣钱就是要吃的 哇 就是可以 前前后挣钱就是为了吃 这刷新我的人生光了啊 完了呀 有点压力了 你嘉宾你好 你好阿姨你好 你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啊 谢谢 阿姨非常地喜欢你 你就是我儿子的餐 谢谢阿姨 如果你想吃的话 在家里吃的话 阿姨帮你做 如果你想去外面吃的话 儿子带你去 因为儿子是环球旅行家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世界各地随你跳 旅游我也喜欢的 外面吃还是不好的 家里做好 外面的油很不干净啊 我这个不行 快打快打快打 打一个打一个 你也在打吗 怎么都打 喂 国立老师你好 我没打通 能听到吗 我是五号 五号的梁妈妈接一下电话 喂 喂 妈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女孩蛮不错的 而且你问一下她爱不爱运动啊 她爱吃是好事啊 她吃胖了 我可以给她推荐怎么减肥啊 我可以带她瘦身啊 好的 我真的很喜欢她 你好 女嘉宾 阿姨好 你爱吃 很好 她说挺好 她还可以坐着吃 但是更好的是 你吃完以后 她可以带你健康地去做这个运动 我也挺希望能找到一个人 能够在吃完了之后带着我见识 我就是那种管不住嘴 但是我愿意迈开腿的那种人 可以 那我儿子最适合你了 怪不得女嘉宾身权那么好 谢谢 女嘉宾好 其实我在这憋了半天了 对你自己的一个介绍之后 我发现跟宋秦毅简直是太合拍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工作 你是做电竞解说的 对 电竞解说肯定是跟游戏和电脑是有关系的 对吧 她从小可以饿着肚子 都要去买大众软件 她绝对是骨灰级的发烧友 第二点呢 就是我跑过很多地方 吃过很多上海菜 没有一个比叔叔做的正宗的 尤其是那个罗颂汤 炸猪排 还有就是那个肉粽 真的是很好吃 罗颂汤我可喜欢了 因为虽然这样说不太好 但是我妈妈做菜不好吃 她整天就给我吃点青菜萝卜 今天已经不是相亲节目了 是个美食节目 我接下来要说第三点 我觉得宋秦毅和所有的男嘉宾 都不一样的一点 我们是现场唯一一个80后 就是我们现在跟一帮兄弟在这相亲来 其实我们压力很大的 我们都是80后嘛 看武侠小时候就觉得兄弟好 我们这以后的儿女一定要结一个庆价 结果我现在儿子已经一岁了 他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 而且宋秦毅当过兵 他当过空军在兰州军区 所以他也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一个人 兄弟太给力了 绝对是 好感度提升50% 我的伙计确实可以 给力 我给你做一个对表 因为你现在没有见过他 我们那个地方叫做西安市炎梁西非公司 如果说我是西非乔山的话 那他就是西非金城武 非常合适 既有颜值又会做饭 而且当过兵保卫过祖国 而且就是身体也很好 他是国家游区运动员 还是上海人 还是上海人 你哥们讲得真的好啊 给力 给力 我妈来都不听我说话 让我打一个 让我先打一个哥们 让你打 喂 喂 喂 葵老师 我是一号 您来储 一号 你接一下电话 喂 爸爸 我很喜欢玩游戏 我玩刀摊 你跟他说一下 好 好 好 就我儿子刚才打电话来 补充了两点 他说第一个呢 工作之余 也在玩游戏 而且游戏的级别水平 还是非常高的 可能也会 档次上也差不多 他玩什么游戏 他刚才没讲 这个内容我不清楚 喂 你是谁 档次老师 我是一号 您来储 就刚跟我爸说了 我是玩游戏玩刀摊二 什么摊二来着 刀摊 刀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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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没有玩 我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 就已经流行英雄联盟了 我当时一打 就是打的英雄联盟 哎 你们不玩 梁梁 告诉你刀摊老了 行吧 行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尴尬 我觉得他应该是 经常宅着的那种 人家又爱吃 像你每天又出去逛对吧 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合适 对吧 再给他洗脑 再给你们俩 再给他洗脑 我都觉得你们说的 有道流的是吧 我也觉得 好了 现在我们应该 对我们场上的女嘉宾 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来通过一段VCR 来了解我们的女嘉宾 大家好 欢迎回到 燃烧吧王者联赛 线下总决赛的解说现场 好酷 这么漂亮啊 欢迎来到 2017英雄联盟 甲级职业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 I Z 我是主持人 I Z 大家好 我是朱杰 一名电竞赛事解说 这是一个实在发展 下的心心职业 潮流的很 游戏是我的工作 但要能快速掌握每一款游戏 并进行实时解说 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是朱杰 其实我是一只接地气的小电驴 我不要永远生活在虚无缥缈的网络世界 我有我真实的生活 它有两边啊 它这样比较可爱啊 它这样比刚才那样开的多了 喂 妈妈 我怎么没回来了 去电驴回来去了 妈妈没选过妈 你怎么回来 我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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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 我回来回来回去了 妈宝 这个妈宝 真是妈宝 妈妈 是的 别看某些人表面风光无限 实际上活得像个未成年 我就是那个人 一个二十四孝的妈宝女 每天十二点前到家 每个月上交五千块 甚至睡觉 我妈还要没收手机 你怎么来呢 哭哭哭 我要独立 我想找寻一段属于我的完美爱情 我是朱杰 我的规划是 二十三岁毕业 二十五岁结婚 二十七岁就可以生宝宝了 我之前谈过四次恋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被劈腿的那一个 所以你 我要好好考验考验 这就是我 一个百变的小仙女 我会把最真实的自己呈现给你 也希望你可以爱上我的每一面 妈 哇 这么帅啊 适合我啊 可是我不是很喜欢妈宝类型的 五号小弟弟 我看好你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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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都听说是妈宝男 第一次听说妈宝女 看起来你妈妈掌控你很严呢 对 就比如说我刚上大学那会儿 我妈觉得我是一个 没有办法自理生活的人 她会帮我戴七双袜子 七条内裤到学校 真的很依赖妈妈 那没办法 那可能太关心了 逆爱 比较逆爱 都穿完了以后再回来妈给洗 对 就是把我安排得非常非常的好 小妹妹的感觉 女嘉宾您好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自己平时在家 是从来不做家务的吗 对 几乎从来不做家务 我妈这个说话很直接 不做呢 还是不会做 是不会做 那你将来如果结婚了以后 是还会请妈妈回家去做家务吗 所以妈妈希望我能找一个 跟我互补会做家务的男生 对 就我从小被爸爸妈妈管惯了 我希望找一个可以稍微听我话一些的 你去教育他 他来搞卫生 来做家务 你直接指挥他就好了 对 就是这样 这样男生大家可能都想找到 对 那没问题 肯定是我 我愿意 我也可以 你要跟我抢 来 我不要给你抢过 我刚来我不要给你抢过 那你对妈妈对你的这种掌控 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你喜欢享受 还是觉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得跟妈妈商量商量 我觉得她还是想要独立的 她刚刚已经说了她要独立 她只是已经厌倦这种生活了 说实话 就是你想孩子长大了 总归会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但是我妈妈其实大多数时候 她都把我当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宝宝 就包括我现在做解说 要飞往不同的城市 那个时候她会一天来好几个电话 就是你到哪了 安不安全 晚饭吃的什么呀 之类的会问很多 有时候他们如果说的语气大一点 凶一点 会让我觉得其实还挺不舒服 我挺想独立的 我对她从小就很严的 从小打到大的 打到高中我还打 那打下去啊 因为她其实天赋很好 但是就不肯努力 她爸爸不跟你说 我女儿打什么打什么好打的 她爸爸这个不管的 不管的 家里你说的算 基本是这样 她说她想独立 跟她现在是妈宝 还是 你有点不喜欢了 因为我前一段就是 因为她太妈宝了 然后分手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 所以我对妈宝女儿有一点阴影 一号 你接上电话 喂 喂 爸爸 他说她是个妈宝型 其实这一点我不是很能接受 所以想问一下 他有开始读一段计划了吗 就是他能摆脱他妈的掌控吗 就是 脱离他掌控是吗 对对 把我问一下 好的好的 好 谢谢 给这个坏人他当了 替我们问了 那我儿子想问一下 就是说 妈宝这个呢 他都没问题 都能接受 不能接受 怎么是没问题啊 可以 我无语了 我这就完全两个概念了 这问题不大 天啊 不大 都没事 都没事 就是说他能不能问你 比方说结婚之后 能错离他的掌控 他这样讲 我觉得因为 现在跟妈妈是同住的嘛 那不管是工作多久 既然是同住 我感觉我妈还是会包揽所有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要独立出去 只有在婚后才有这个机会了 就婚后 那没毛病 对对对 妈妈说不可以 我肯定还会管一点的 就 还管一点啊 我特别害怕 就是上海的岳母啊 为什么 特别强势啊 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的 老实说我奶奶就是这样子的 对 我特别害怕 那你可以现在开始就慢慢地学会做一些家务啊 我遛狗 遛狗慢慢会让我去 哦 遛狗是好重的一个家务啊 家里有一只很凶很凶的科技 是吧是吧 那这个事是 确实是家里最重的一件事让你干了 行 六口不算家务啊 对啊 那肯定慢慢就好了呀 慢慢就独立起来了 女嘉宾你好啊 我觉得将来就是两个年轻人要成家以后呢 这个就所谓的家务了 老人了 一切这些都得自己去打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现在学着独立 让你妈妈轻松一点 现在找一个男朋友 要相互照顾 不是想让他去照顾你 婚姻需要两个人去同时付出 而且还不求回报那种 我妈说得好啊 你妈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她说得对 说到点子上去了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出 会付出 但是如果长久下去这样 我觉得这个付出的人可能会 可能会受不了 说得非常好 没毛病呢 没毛病 对对对 好 恭喜你有三位家庭选择了你 接下来 你将进入全力反转的环节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他们身后的大屏幕 1号 米蕾楚 26岁 环球旅行家 3号 宋秦毅 29岁 日料店的老板 5号 梁玉毅 22岁 跑酷老师 来吧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可爱的小红娘 将你们手中的红线牵向何处 来 开始投票 1号 1号 3号 3号 1号 1号 可以 可以 3号 3号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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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5号 红娘们给我 5号 5号 6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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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有机会 我宋秦毅已经30岁了 怎么呀 这个话说的 这个最后了给你锁一下子 3号 3号 11号 谢谢 那这个决定不了啥 我跟你讲 你不要高兴太早 再挑战我 这个不一定的 这是小红娘们 根据她们的判断 给你的一个速配指数 仅做参考 一切主意你自己拿 接下来有请成蕾 及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成蕾有请 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你好 阿姨这 好严厉啊 看着不是很严厉 妈妈真的很严格 是吗 真的很严格 这样看感觉还好啊 哎呀 这个严肃严格的妈妈 妈妈其实对每一位 就是坐船下来的男嘉宾 都有好感 不知道妈妈有什么 要跟大家交流的 或者你有什么想法 对 如果我个人的意见的话 阿姨比较心意一号 一号 一号 谢谢 哎呀 天呐 我看她能不能抵抗她妈妈 她妈妈喜欢一号 我看她会不会选择三号 算了吧 算了吧 但是阿姨要看女儿自己的 对 但是你可不一样 因为你女儿说了 她几乎找着男朋友 她得适合她妈妈这个感觉 她行 因为妈妈 其实我大概都了解我妈 都是什么想法了 只要对了我的胃口 我妈那边我去搞定 这句话是你今天说的 最有用的一句话 那女嘉宾做出选择之前 还有要争取的吗 你看 我老公帅吗 我觉得在你眼里帅就可以了 不要问别的女的 你老公帅不帅 这是个很危险的事 我儿子和她很像很像 但是比她更帅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我想问一下身高 身高一米八二 身高一米八二 来 就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上得了拼堂 下得了厨房 保卫过祖国 逗得过流氓的一个人 好吧 哇 这太有才了 沈主公 兄弟太给力了 真的是 我想再问一下身高 一米八二 也是一米八二 对 五号的妈妈 给点力啊 我儿子可以带你去健身 让你更完美 我也可以带他去健身 但你没有讲嘛 你没有讲出来啊 她也要问身高 一米八点五 一米八点五 对 好的 知道了 好 在我们的女嘉宾 要进行自己的选择之前 玻璃房里的抢亲区的两位小伙子 现在有抢亲的冲动吗 你要抢啊 你要抢啊 太远 关键就是 太远 这个地里 我妈她给你想的就是距离太远 真的真的太远 上海的天津 那咱俩一样 跟第一北京是一样距离的 对 没有 女嘉宾 请做出你的选择 女嘉宾就听你妈的 选一号 来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 四 三 二 一 再来一遍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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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的决定是 我的选择是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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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选择是三号家庭 食物的吸引力 来 来 有请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选我的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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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你的 你选我 感谢你选择我了 但是我其实想对阿易说一句话 我当听到你的故事之后 我觉得 我觉得阿姨 跟我奶奶一模一样 我很负责地告诉阿姨 我的奶奶最后 她的子女们压力很大了 内心都想冲破母亲的压力 不要强迫别人 做别人的事情 别人再活别人的人生 别说了 就把赵母娘都得罪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我就觉得是 说实话 我父亲小时候 也照顾了无为之 以前我父亲也光 我叫宝宝的 然后我很认真 跟我父亲聊过一次 我说爸 我已经很大了 我是个男人 你不要这样叫我 你要叫我的大名 我妈妈现在管 我们家的狗和我都叫宝宝 就是 就是有点 控制有点强了 但我很感激 我很感激你能 在最关键的时候 选择了你自己想选择的 但是我好像 突然间想起来了 我们男嘉宾宋秦 也还没有对女嘉宾 就是朱洁 表白过呢 对吗 神声关对赵母娘说半天 而且你这段话说的 你爸差点没靠过去了 你知道吗 现场你想说的说了 对 到后面该赔礼道歉 我跟你讲 自己结的账 自己要买单的 对 这也就是你的脾气这么好 这要我早冲上去了 我 对对 我自辞 好 那我就先道歉 然后再跟你嘉宾说 我想说的话 当场道歉 父亲对不起 跟谁道歉呢 阿姨对不起 跟阿姨道歉 小伙还是很帅的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给你带来 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知道阿姨是想要找一种 像她一样能取代她 对你照顾无微不至的人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阿姨该退休了嘛 对不对 不能天天都管着呀 因为我本身保护力很强 我是狮子座的 我喜欢找一个 让我能保护的一个女生 我可以照顾你 不一定 就是做家务做得非常好 但是可以做一些小的东西 然后做饭 我可以每天 给你做不同的东西 就是尝遍各种各样的食谱 我都会做的 那你应该健身吧 我每天都有健身 我的战友 他们都已经大肚男 肥头大耳的 而我已经退伍了快十年了 我现在还是这种身材 你可以想 我一定是健身的 就是因为都看不到嘛 然后一方面是觉得 你的好朋友 也真的帮你争取了很多 然后一方面 我真的是一个吃火 就是我觉得吃还是蛮吸引我的 你放心吧 各种各样的菜我都会做的 对 而且可以省下一笔巨额财产 我看 两个人都好实在呀 拥抱 男生很享受 嗯 想要思念时间 只有爱卷战 这么温馨的一幕 我要在你身边 静静浪费心 一方面是吃 然后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很丰富啊 就是当过兵啊什么的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阳光的人 我可以让你更阳光 好啊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组各位家庭 许轩伦家庭 有请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来了老爹 小羊娃娃 哈啰国立老师好 你好 我是七十万分之一的许轩伦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中国台湾 现在居住于台北 目前是一名运动品牌的销售员 哇 你这 你这口音耶 一开口就知道啊 人是来自宝岛台湾 对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会这么形容呢 因为呢 我还有两个比我晚一分钟出生的弟弟跟妹妹 那我们是一卵的三胞胎 这个概率呢 大概是七十万分之一 大品有我们三胞胎小时候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哇 哈哈哈哈 最小那个是你吧 哎 国立老师你猜对了 最右手边的那一个 哎呀太有意思了 左手边呢 就是比我晚一分钟来到这世界上的妹妹 啊 右手边呢 这位是我妈妈 英雄的妈妈 好 那我们的许轩伦 你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 在男女确认彼此的关系呢 我觉得要公开手机的密码 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对方的坦诚 我不喜欢别人欺骗我 有这样的经历吗 被别的女孩子欺骗过 曾经有过一次 怪不得 对 其实女孩劈腿这个很让 我是受不了 不是你受不了 全国各自人民都受不了 哈哈哈哈 你受不了 那我们就请许轩伦进入第二现场 玻璃房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下一位女嘉宾 来自香港的女超人 鲁婉婷 有请 好 你好 你好 吹车了吧 爸爸爸爸爸爸 我妈推不推啊 我妈推不推 我妈推不推 推 这位嘉宾由 时时视频相亲的《真爱》 AP推荐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叫鲁婉婷 我今年二十四岁 我十五岁就开始做兼职 然后二十二岁就成立自己的模特公司 这女孩子看着独立 我今次来是想找一个跟我高度差不多的 但是不要嫌我烦的男生 谢谢 哈啰 你好 婉婷你介绍你喜欢个子不要太高 对的 我喜欢比我高大概十厘米的 我一米六五 如果 你一米六五 找个一米七五的 对 一米六五 真的刚好 完美 我就跟你很配啊 好 你看一号家庭也将他们的小团开上来了 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哎呦 你瞧瞧电话已经来了 来 一号家庭 喂 爸爸 你怎么下来了 你怎么下来了 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 哦 知道了 不 你知道你下来了 我掉太棒了 不要辆了 添加梁子回家跟你算账 雷楚的妈妈 她说什么了 我还去说她一米八二 一米八二 爸爸太远了 一米八二也很好 好 我想问一问 后面三位家庭 你们的小船 为什么没有开上来 太远了 主要是太远了 现在我有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他能不能来天津生活 来北方生活 我想问一下姑娘 好 你介意这个异地链吗 其实我觉得远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我是常常飞的一个人 这是一个爱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一层飞去是很简单的事 三艘爱情小船都已经推下来了 太好了 那么我们各位家长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丽然的妈妈 晚天我问你 你那个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喜欢弹吉他跟感情 那你们可以 可以可以 你们都日本一范 对 我也很喜欢唱歌 那个我们家就是一个音乐世家 我们都喜欢音乐 然后然然的哥哥 就是专门搞作曲的 所以我认为你挺适合我们家 三蚂蚁激动把他们家又弄成音乐世家 你们家不是建筑世家吗 我们那个上一代是建筑的 但是自从我儿子和然然以后就是改了 改文艺范儿了 改文艺了 送文艺范儿了 我是鲁宛田 一个普通的 所以我就会忙 每一刻 世界都安静了 他画这种装好看 我领养的是只猫 喜欢待在猫咪的世界 它们能给我最简单的温暖 我会追我所爱 我不是喜欢一个人 而是我的那个他 还没有出现 好 刚才这段视频里 我们看你穿着打扮 其实也很普通 我记得你刚才说了 你很早就开始开公司了 两年了 那你的公司 应该是挺能赚钱的 不是很能赚钱 小公司 加我 加起来三个人 一年下来能赚多少钱 第一年赚了六十几万 然后第二年 差不多八十多万 你很厉害 那你这个平时的钱怎么花的 其实我是很省的一个人 然后觉得衣服是长长化的 没必要买那么贵 所以我就很喜欢淘宝 我平时穿的衣服都是五六十 就淘宝都是五六十 很居家的女生我觉得 很会过日子啊 这个女孩一点不物质啊 五六十块钱衣服 现在哪有穿五六十块钱衣服的了 我呀 其实我钱都会花在我的猫猫身上 对 我猫猫吃的玩的 看医生的身体检查的 可能一个月月花差不多六千多七千人们币 我也养了一只猫 就已经花了我很多钱了 这个女孩子大家都看到了 好 家长 勤俭努力 有爱心 这个香港啊 它地方不大 但是每一个人都很勤奋 这个一号家庭的这个热度一下子降下来了 是跟刚才那电话有关系吗 对 就是 就是 好 刚才听她讲下来 我感觉上可能跟我儿子生活上面 还是比较有差距 所以就没有怎么样再争取去努力 我完全不认同爸妈 他完全就不了解我爸妈 就是之前是我觉得我 小姐姐她长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听到她的故事 我又喜欢上她了 我爸又说听完她的故事 因为她没感觉了 就说 我爸爸什么情况 打电话 打电话 快打电话 我们看看是谁这个时候打来电话 来 喂 喂 乖老师 您好 我是一号家庭 林雷楚 林雷楚 你要表态了 对不对 我不要跟我爸讲话 我要跟你讲话 你跟我讲 你爸是不是给你传达的意思都不对 他又不对了 我也告诉你 对 我每次跟我爸讲话 他全都误解了我的意思 就完全相反了你知道吗 我爸说什么 对 对 对 你爸说的是完全相反的 哎呀 气得我气得我真的不行了我 那我我替你转达了 就是说刚刚开始你怕 你不是女孩的标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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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听了女孩这一段的叙述之后 你突然觉得你很喜欢这个女孩 对 对 对 就是我有很多和她相似的经历 我也是一个人在一个城市打拼 生活 她有很多和你相似的经历 她也是在一个城市里打拼 所以她很心疼你 对 然后我也开公司 我公司也只有三个人 她也开公司 公司也是三个人 然后我也养动物 我养猫 我家的猫也超可爱 然后我想说的都说完了 我不要跟我爸讲 好 谢谢国际老师 可以了吧 好 你听明白了 好 接下来你将进入全力反转的环节 首先来了解这三个家庭的简历 请看他们身后的大屏幕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 向三个家庭的父母发问吧 就是说有时候我工作会很晚回家 那如果我很晚回家的话 男生会可以有什么晚安娱 给我哄你 哄我声讲 这个咱们让他们自己回答吧 爸爸妈妈怎么能知道啊 一个一个是吧 快点快点快点 你来接下来接下来 接下来说 女嘉宾我是三号许轩 嗯 晚安娱呢 我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哄女生 但是呢 我很会说一些情话 我不喜欢太哄花的男生 完了 呃 呃 晚婷您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 嗯 就是呃 晚安娱我会跟你说 现在的今天一天累不累啊 然后晚上是吃的什么呀 呃 我总吐了吧 你这孩子 你把人说精神了都 你好烦呢 哈哈 好 来我们问一下一号 啊 啊 啊我是一号您来处啊 啊我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杭州就是冬天比较冷嘛 我就会呃 呃灌好那个 就暖水呆啊 然后呢 放好取暖气啊 就放在房间里 然后就等他回来 就是在以前的时候 哈哈哈哈 你的情伤太低了你 晚婷 你本来刚想感动的是吧 他说是以前的时候 哇他的情伤好低啊 哈哈哈哈 一号 你为储的 你为储的 你要哪个 放开我人呢 好 哎真是哎 哦他的猫这是 就我家的十一了 就特别蠢 才五个月大 这也厉害了 超可爱我超喜欢他 哇 好投机啊 你都要选的是吧 哎呀 嗯 真是把晚天看得一直在 哎呀 就那个小姑娘那种感觉 现在 终于轮到我们现场的小红娘 你们发挥作用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这些小红娘 会将你们手中的红线 牵向何处 请开始投票 三号三号 拜托加油 三号三号 二二二二二 三号三号 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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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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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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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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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拿主意的还是你 对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磊 及女嘉宾亲友团上场 为你出谋划策 有请陈磊 葛伟老师好 葛伟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葛伟老师好 卢婉婷的哥哥 我叫卢慧 慧慧哥哥刚才在看的时候 跟现场的我们的红娘的眼光 惊人的一致 真的 看了上去说 3号可以啊 我觉得3号可以啊 真的啊 3号 真假的 可以可以 但是3号刚才说 说情话的时候 我特别会说情话 然后婉婷说 我其实不爱 话太甜的男生 对 那我就问哥哥 我说那他之前男朋友 怎么哄你的妹妹呢 在电话那头 给这位姑娘弹吉他 会弹琴加分 不行 不行 咱们换一个 一弹吉他弹到前边去了 咱干嘛要弹吉他呢 咱换个乐器不行吗 弹钢琴 对啊 我们弹钢琴也可以啊 对吧 我们说舔快玩不行嘛 对啊 不行 对不对 再说了也可以唱点什么台湾的民谣啊 是啊 对啊 对不对 你的选择是 选择是 选择是 哇好紧张哦 4 3 2 1 你的选择是 哇好振扎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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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哥们 哥们 我突破了1米75了 你看没有 恭喜2号家庭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2号的 魏丽然出场 魏丽然出场 哎呦她摸着心口就出来了 哎呦你看你看婉婷 因为女嘉宾说身高不要超过1米75 她就这么战了 哈哈哈哈 谢谢 我都可以把他摸着心口就出来了 谢谢 有什么关系 那就要需要 去打倒 我一定有点 你 这么久 今天 也都没在 你们牵手成功 在你身边挠着 生了思念时间 只有来全面 宛婷真的是一个好单纯的一个小女孩 真的是 好好爱人家 好好带人家 第一眼看见女嘉宾的时候 在屏幕里我的心直接就炸了 很胖的一个女生 没有 没有 非常可爱 特别娇小 特别就是符合我的这个 择偶标准 我的选择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每周六晚 准时收看我们东方卫视为您播出的 中国新香气